嘿 大家好 我是Christopher 今天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我在爱兰的生活 那我有看到一个网友呢 就是会问我说在爱兰生活好吗 那我今天这个影片呢就要很好的跟大家 聊聊一天 聊聊天下 所以说这个影片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大家就 可能拿一个零食这样子就慢慢来跟我聊 跟我聊聊天这样子啦 我在爱兰呢其实有待 有待超过一年时间 然后刚刚来到爱兰的时候其实是还蛮 头几个是还蛮心惊挡跳的 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 下到这么远的国家 那时候才19岁 也是第一次坐长途飞机 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 在外国生活 所以说刚刚开始的话其实 真的是很害怕啦 是很害怕 那时候会比较黏 不管是 不管那些 不管我周围的人他到底是我想不想 相处人都会比较黏朋友 你会比较黏一些就是跟你一起来来到这里的人 不管 到底是不是会不会喜欢他们 所以说那时候会比较黏朋友 然后到 到好像过了几个月过后 过了一两个月过后我开始找工 在开始找工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会开始 体验到说其实 生活的痛苦生活的那种比较苦的职位 苦职位我觉得说是苦职位生活的苦职位 因为那时候就是在 餐厅打工嘛 在一个中国大餐厅里面的厨房打工 在厨房打工的时候节奏会比较快 然后我又看看 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属于那种 不懂 因为我不曾在厨房打过工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是真是笨手笨脚 然后被老板骂 或者被 被老板骂 或者被 其实是 被骂 被骂之气 然后 然后老板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这边 其实 在我这个小地方因为太多的 外国留学生 所以说在这边 你要找工的话那个竞争机位是蛮大的 所以那时候 老板就属于有一种心态就是不大想用我 因为觉得说我 做事 缺习 缺习速度太慢 然后做事态度 我不是做事的速度也是太 太慢 然后他觉得就是因为 竞争大嘛 还不要我 还有其他人 所以说那时候他是属于一种 不要我 不大要请我那样子 可是那时候我就真的很自意说我一定要 打一份工 我一定要自己有一份收入 所以说 那时候我是蛮坚持的 然后有就是跟老板 谈谈 然后 就要求说 多给我一些机会 让我好好表现 然后在那个餐厅打工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是真的体验到说 生活的苦之味 而且再加上那份工的话其实 也算是我在人生中 打过的一份 要做的蛮晚的工作 就是来到爱兰过后你在餐厅打工 可能会比在 马来西亚 不懂可能你在马来西亚 餐厅打工的话 可能也是有这样子 做的这么晚 就是 你从五点 就是傍晚五点 傍晚五点就开始做工到晚上凌晨 可能一两点时间 一两点两点半的时间 最迟两点半 通常是十二点 要凌晨十二点一点 那样子才能回家 实在就是在厨房 男生的话都在厨房 而且 大家 你们要知道说 那些中介啊 他们那些报纸 在报纸杂志上跟你说什么来爱兰打工 你就可以像这样制作 像讲说什么一个小时几 几块钱 薪水啊 或者说 有什么时间限制 都是骗人的 在这里你都是打黑工 我要在这个影片跟大家 说明一个真相就是 你来爱兰 都是打黑工 很多人不会 在我的频道 我就敢敢跟大家分享 别人 然后他们不大会 如果还有开个爱兰留学频道的话 他不会直接跟你说 来这边很多 他们都是打黑工 你很少机会说 你可以拿到那个 合法的工作 所以说如果你是打黑工的话 代表说你没有执照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他 这一天用你 他另外一天 他不要用你的话 就叫你直接滚 所以说变得说是 属于那种是你的工作 机会是没有保障的 所以说那时候 当然有的老板 他没有说这么坏啦 你表现的好 他不会说 就是不要你啊 他是有人情味的啦 所以说 可是问题是 刚刚你来到 尤其是 主要是说你刚来到的时候 刚来到的时候 是因为你是新人嘛 然后你人生地不熟 所以说那时候 他们就很快去 检定一下 到底是不是 适合做这份工作 你到底 是不是他们要人 那时候就是比较辛苦 因为 你又加上说 你有两种压力啊 就是老板可能不要你 还有你不需要赶快学习好那个速度 还有就是 在不熟悉的环境下 被 被排斥 被骂 或者有压力 是 的确是不是 很好的一个职位的 有些人是 经历不了的 加上说你可能 经济的经济问题呀 然后你很坚持 说你需要这份 打工机会 所以说 但是会是你人生中的另一种 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体验 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学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来爱人留学的话 你会有着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体验啦 是真的 还挺 过于打工的话 是真的 很少有机会说 你可以拿到合法工作 有领那个合法 合法那个 啊 薪水 通常都是 以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赚多少来这样子算 没有说 很少人会跟你说什么 一个小时算多少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来 过我说 来爱人一个小时赚多少 都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算的 就是一个晚上可能 50欧 或者60欧 这样子 可能这样子 一个晚上算的 他没有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给你算的 除非你是 找那种合适合法的工作 不是黑工 是合法工作 你有 PPS number 你有注册 政府有保障你 的工作时间 和零零的薪水的多少的话 那个你才可以真正说你一个小时赚多少 不然的话打黑工的话 你的薪水都是不定的 重点还是你来爱人 蛮多机会你找到的工作 都是黑工 所以当你来到爱人的时候 你不需要说去做什么证件 可以直接去打工了 你可以直接去找一份 打工资金 因为都是黑工 你不需要任何注册 也不需要任何手续 你来到爱人 就可以直接去找 来到爱人 第一天 你就可以直接去找 一份工作 很庆幸的是 亚洲人在爱人 还是属于比较少数 所以说 除了杜伯林 可能有机会被抓 基本上在其他地区的话 被抓的机率 还蛮低的 我本身到现在还是没有 听说过有任何马来西亚学生被老公举抓走了 是还没有听说过 所以说大家可以大可以放行 不过来爱人打黑工是真的 两片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我读的大学 其实 我读的是 ECT of Technology 我想大家如果有看我影片的话 应该会知道说 在爱人有分为 University 跟ECT of Technology 在ECT of Technology呢 就是我读的这些 读的这一间 大学 其实是个 蛮一般的大学 来 这边读的爱人 本地生 都是属于 就是我们讲说 是跟class的学生 就是比较普通的学生 通常好成绩的学生 通常都会选择去 杜伯林 那些有名的大学 像 DIT 或者说 一些有名的那些 像群林D College University 这些有名的大学去读 如果你是选择去来爱人这些比较偏远的一些小地方那些 IT的话 它都是属于普通的大学 然后来这边读的学生呢 都是属于 就是比较 素质没有说 很好 他们 上课的 态度啊 没有说 如果你是认为说你可以在普通的大学感受到像 可能在台湾 像台大那种 读书气氛 在中国像清华那种读书气氛 或者在马来现在 马大那种读书气氛的话 其实是没有啊 是真的是 读书气氛还是蛮 不好的 我在上大爷这一年内也是有被几个本地的朋友 气的有点就是 我很想要说 我想要 对他语气不好 但是 又不想要 所以说 真的是真的会遇到一些比较 不好 不好的人 反而反而我会认为说 你可能会 因此就是本地认识的本地朋友 可能他们真正在读书上没有说很 像你那么认真 因为你出国留学嘛 来这边 学费很贵嘛 你的学费是比他们贵的 所以说你很认真 变成说你会比较 聚集在跟其他亚洲人在一起学书 要知道本地学生在这边读大学一年只需要三四欧元 你来这边读大学一年是需要九千到一万欧元 你的学费是他们的一倍 需要当然你就会 比他们更加认真也是更加 很苦 那的话就真的是 觉得说就是 如果今年要fail掉的话 今年有不读的话可以去 打工 他过后可能 三四十多岁啊 他可以再回来 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 就是 我现在年轻时候不读 隔年我就去打工 过后我再回来 好那第四件事 今天来爱兰比较痛苦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主食这一方面 就是真的你要 烹饪要很好 如果你烹饪不好的话 来这边你会被逼要很好 因为真的在这边的话 如果你想要吃多点家乡菜 然后你不想花太多钱 可是你那种很会吃的话 你是真的来这边的话你会感觉到很痛苦 因为 真的在外面的话 那种 除了快餐 那种大餐厅之外 其实他就没有其他那种 食物的选择 不像我们马来西亚 或者在台湾 我们在 吃方面的 选择蛮多 而且价格 不会太贵 来这边的话 就 价格都蛮贵 然后 他们的选择 也不会太多 所以变得每个亚洲学生 来到这边 我们都变逼说要 提升自己的烹饪能力 你在主食方面要 好 不然的话你真的 没有东西吃 其实说你听很多学长学姐 他们分享说 既欧洲旅学回来 你的烹饪能力 突然变得很好 是真的 因为在 欧洲 你通常住宿舍 都会给你一个厨房 为什么会给你一个厨房呢 我在台湾 宿舍 是不可以煮菜的 是没有厨房的 可是在欧洲 都有厨房 是因为说在欧洲学生 他们都 欧洲他们家庭都 是属于 比较 比较注重是在家里吃的 所以说变成说这边 他们有个文化是说 外吃的机会很少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煮 所以说变成说来这边的话 宿舍一定会配置给一个厨房 所以说baby 一定要会烹饪 如果你很享受烹饪 你很会烹饪的话 当然非常好 你可以发展你的 你知道你的烹饪技巧 煮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烹饪技巧不好的话 其实真的蛮头痛的 第五件事情是我本身 不喜欢的一点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喜欢这一点 欧洲国家 爱人 他们 对抽烟 就觉得说他们没有说很 排斥 他们不容易说抽烟是个不好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 在室内 他们会使用的一种烟 叫做电子烟 而且他们的电子烟呢 还分为很多种口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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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不懂 什么 什么味道都有 他们在 室内都会用电子烟 室外都会 就是 不同样子抽烟 需要这边 普通让每个人都会有 抽烟的习惯 我觉得大部分 应该 没有说应该没有说大部分 就是一部分呢 爱人人 或者爱人女生 都会有抽烟的习惯 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个很不雅的行为 其实说在看我这个影片的家长们 你们要小心就是可能你的孩子来这边过后 会有抽烟的习惯 如果你真的 建议说你孩子有抽烟的习惯的话 因为我本身我如果我有一个弟弟 如果哈兰爱兰他有软散的抽烟习惯的话 回到家我会挨揍他啦 我会把他揍到不要 怕不要抽烟为止啦 我本身是不喜欢抽烟 而且 我跟抽烟的朋友不会 这交情不会很深 这是我做人的一个原则 这样 我哪箭交集件 应该是第6件吧 各位 应该是第6件 那第6件就是 酒吧 关于酒吧 的这个事情就是 在我这个小乡村 你除了在家里读书 在这里上网 在家里做自己看书啊 就是 自讨 自讨乐子之外 你可以找乐子 就是去酒吧 要不就是去旅行 去酒吧的话 其实酒吧也ok 只是 如果你太常去酒吧的话 我会觉得说你就是把浪费的太多钱在酒吧身上 或者说你真的很享受在酒吧里面摇摇摇 然后可能日酒 日复于日,日复于日变成一个酒鬼 我也是看到有些朋友就变酒鬼 但我本身是很少去酒吧 我来爱兰大概一年多了吧 只去过酒吧不超过五次 不超过五次应该就四次吧 所以来这边的话就真的 他们去酒吧的文化也是蛮不错的 他们蛮喜欢去酒吧 然后学生考完试都蛮喜欢去酒吧 然后就觉得说爱兰人他们在搞社团活动的时候 在庆祝活动或者是有特别活动 特别日子的时候 他们就是有一个活动 就是去酒吧喝酒 在日前遇到一位社团 他这个社团呢是倡议说 要改变网上一定要去酒吧这种文化 认为说 社团 我们社团嘛 我们要来就是社团 不需要说一定要去酒吧 我们可以去cafe 是已经有慢慢这样子一个运动 就是防酒吧 倡议cafe的这样子一个运动在爱兰存在 但是其实真的 应该要多十年时间的慢慢改变嘛 因为这边他们根深蒂固就是叫社团 要放松 要放松 要游戏 都必须要去酒吧 那最后呢 其实在爱兰我发现说在爱兰有一个蛮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英国就在爱兰旁边 所以说在英国呢有阿曼总的总部 所以说你在从阿曼总那边买东西的话 其实这个运费呢会比较便宜 我也是借用这个优点 在这边的优势 常常在阿曼总在英国的总部订了 长期就是订了很多本书 就是买了很多本课外的书 是一些你在学校图书馆不会找到的一些书籍 也是在这边普通书店也不会找到一些书籍 像这样一些像这个这本书就是high performance high performance habits 他的作者Bashat是 是在美国有这一个研究是对于任何很多高效人士 成功人士 他们的一个调查说他们怎样只达到这么高效能 怎么有这样有这种效率在领导能力方面在影响能力方面在 在理清自己要 我对自己目标的情细度这些方面 就是我常常把自己的时间放在阅读 放在自我成长之中 这是我在去年一年多的时间做的最大的活动 就是一直都在通过阅读改变自己 可以知道如果我不是在相机面前跟大家说话的话 我要不是在剪辑影片就是在阅读 我这个人是蛮喜欢阅读 蛮喜欢通过阅读来回答我一些问题 来让我增长增广见闻自我提升的 需要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那希望这个影片有简短帮助大家 是更了解爱兰 也不要再信赖说那些你在报章上啊 你在杂志上啊 或者老师啊 口口相传那种最爱兰美好我的幻想 在爱兰其实也是不好的一点 他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经历 但他也是好经历啦 所以今天就要跟比较比较就是 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来爱兰一年多的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经历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听听 然后就是有两个角度去看嘛 两个角度去听 那你们可以做更好一个决定 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也不一定要来爱兰嘛 你可以去纽西兰去美国去德国去法国 只是如果是英语系国家的话 爱兰一年还是最好会选择 那下个影片再跟大家好好分享爱兰其他的部分 利用生活费啊之类的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